看新闻 开视野 欢迎收看今天8月3号的公式首语新闻 头条新闻来看 U12世界杯少棒赛 中华小将在昨天晚上试汉美国队争夺冠军奖杯 而中华队抵挡不住美国的强大火力 最后是以2比7败北 连续两届都是在冠军赛输给了美国队屈居亚军 美国队拥抱欢呼 而中华队的小队员们脸上却是挂满眼泪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昨晚在台南举行冠军战 中华队以2比7败给美国队屈居亚军 这场比赛中华小将极力的想把冠军留在台湾 前两局表现优异 二局下靠着美国队守备失误形成蛮累 开路先锋陈昊恩这一棒深远的高飞牺牲打 帮助中华队取得2比0的领先 三局上美国队展开强力反攻 靠着连续安打以及中华队的守备失误攻下两分追平比数 而中华队在这个时候更换投手陈昊恩试图止住美国队的攻势 但一上场就被美国队的游击手迪亚兹轰出两分炮 超前比数 五局上美国队第二棒莱恩再轰出阳春炮 帮助美国队取得四分的领先优势 六局下中华队的最后进攻机会 虽然靠着安打以及保送掀起一股反扑的气势 但可惜功亏一篑 中场以2比7输球 连续两届都在冠军赛不敌美国队 屈居亚军 但中华小将力拼到底的坚持态度 也让世界看见台湾少棒的实力 记者综合报导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的头条也是 U12世界杯少棒赛 中华队是以2比7败给美国拿下亚军 而联合报报导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统计 全台列馆的闲置空间 文字馆有达上百件 再来看自由时报的头条 公民团体在昨天发起了反克纲游行 以行动来支持学生 而针对克纲为调争议 教育部长吴思华 今天下午两点钟 也将会与反克纲学生代表 在国家图书馆进行对谈 人本教育基金会等多个公民团体 边举牌边喊口号 2号下午这场反克纲游行 要求政府撤回新克纲 教育部长吴思华道歉下台 游行活动吸引了范略的政治人物参加 一起围着教育部绕行 以行动支持反克纲的学生 有学生反克纲 也有支持克纲的声音 一群退休的老师 2号上午手拿着海报 做无声的抗议 他们希望学生不要再抗争 让一切恢复平静 傍晚游行结束之后 公民团体晚间持续在教育部外面 进行街头论坛 学生在晚上也要举行音乐会 为活动加温 记者陈嘉欣张子佳台北报道 南投县政府大楼外墙 在昨天凌晨被人发现 用喷漆写上了黑心克纲 你敢用 等这样的字句 县长林明珍表示 会尊重不同的意见 不会干涉新旧克纲病行 但是破坏公务 侮辱公署一定会提高 南投县政府的外墙上 被喷上大大的黑心克纲 你敢用几个大字 大小就跟县府的字体一样大 消息一出 县府赶紧派人清理 警方也到现场收证 当地民众表示 一号晚间十一点多 就发现县府的外墙 被不明人士喷上黑漆 还传出烧焦味 难度县府被蓄意喷漆 县长林明珍表示 虽然尊重各种不同的意见 不过还是呼吁要理性 针对这样的破坏行为 一定追究到底 县长林明珍说 现在对于克刚才新旧病行 并且尊重各学校自由选择权 如今争议继续延烧 居然还出现迫害公署的行为 一定会提高到底 记得林健身奈士杰 南投报道 天气炎热 中部各地这两天都传救了溺水的意外 其中在南投 国庆乡 玉门关瀑布 昨天就有一名南投溺水 而旁边的四名大人看到了跳下水救人 结果这一名南投顺利的获救了 但是其中一名救人的男子 疑似体力不拘 不幸溺弊 旧男女员在溺谷来回搜索 家属也在一旁相当焦急 因为失踪的男子还没找到 最后在溺谷的石缝里发现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意外发生在二号中午 南投国庆的玉门关瀑布 当时有南投证要跳水 却因此溺水了 旁边的四名男子赶紧跳下去救人 没有想到南投救上岸了 其中一名年约二十岁 救人的男子却疑似因为体力不支 不幸溺弊 另外在上午的彰化 也传出溺水意外 橡皮艇在水上来回搜寻 救难人员也到水面下找人 上午七点多 彰化河美三名印尼籍外劳 到张滨工业区的沁安水稻来捕鱼 没有想到三人不熟水性落水 两人被救起 另外一名三十四岁的男子还没找到 而一号下午 苗里通宵外海 也有两位民众因为涨潮走避不及 其中一人消失在海水里 救难人员表示 二十二岁的王姓男子 和友人前往挖蛤蟆 因为涨潮被困住了 被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一个周末 中部各地溺水平传 天气炎热 前往汐水的时候 真的要多加小心 金尔林健身奈士杰 中部综合报道 国内青少年 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 不仅下降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根据调查发现 全台约有将近二十二万的青少年 已经有了人生第一次性经验 而且暑假期间 因为情侣约会的次数和时间变多 成为青少女的怀孕潮 暑假小心未成年少女怀孕潮 有位女高中生和男朋友 在暑假期间 情不自禁发生性行为 却没有使用保险套 直到开学后 女生发现自己越来越胖 制服也穿不下 就以检查才发现 已经怀孕七八个月 根据国建署调查发现 国内十五到十九岁青少年 约有一成二女性已经有性经验 男性则为一成六 以此推估 全台大约有二十一万九千多名青少年 已经开启了人生第一次性经验 但是却没有做好预防怀孕等保护措施 最近三年 二十岁以下 未成年女性怀孕生子人数 都在三千人左右 有的孩子 他可能就会在过程当中 而且特别是他缺少产检 所以说他初期的 孕期的营养都不够 或者照顾的不好 那孩子有可能 早产的机会是增加的 妇女团体呼吁青少年情侣 如果还没有准备好 就要勇敢说不 若真发生性行为 也要全程使用保险套 才能避免未婚怀孕或是感染性病等 遗憾事情发生 记者大学民讲龙翔 台报道 高雄八一气暴自救会 在二号下午 举办了重生周年纪念会 高雄市副市长陈经德 也当场宣布 高雄市环境维护自治条例 已经送交行政院核定 只要一通过 未来就可以依法 强制厂商检测管线 三多一路上车水马龙 刚整修好外观的私人诊所前 有一幅大壁画提醒大家 一年前的今天 这条马路遭受气爆毁损 柔长寸断 今年66岁的爱河 是这家诊所的医生娘 她透过壁画与油画创作 记录气爆当下的情景 周日下午高雄八一气爆自救会 举办一场民间主办的 气爆周年重生纪念会 现场有爱河的油画展览 也有社福团体摆摊 高雄市副市长陈经德 利用这个机会宣布 高雄市环境维护自治条例 已经送行政院核定 副市长陈经德表示 只要行政院核定自治条例 未来高雄市政府 就可以依法强制厂商 进行管线检测 陈经德强调协商和解经 建立应变机制 还有管理地下管线 都是高雄市未来发展的 重要课题 记者李慧宜 孟昭全高雄报导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洪秀柱昨天呼吁 各界冷静讨论 克刚争议 寻求共识 学生希望 立法院能够召开 临时会解决克刚的问题 但是因为 服务院已经表态 力挺教育部 再加上 有85%的国民党立委 对开会的必要性存疑 让临时会是否能够召开 充满变数 请走基层 力拼南台湾选情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红秀柱高雄后院会成立 当然得亲自参加 但面对反克刚的争议 曾经是老师出身的红秀柱 呼吁社会要先冷静 但我们社会真的能够非常冷静的寻求共识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历史真相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克刚正义全国关注 甚至立法院四号将讨论是否召开临时会 但国民党立委张家俊 已经开出党内第一枪 在脸书呼吁 要不要开临时会 来因内部充满杂音 党主席朱立伦希望临时会 不能只有审克刚 但府院早就表态力挺教育部 并且坚持克刚应该属于行政权范畴 不是立法权就能解决 那么克刚因为他是行政权 用立法权去凌驾 他本来都不对 其实到目前听到的声音 根据反克刚行动联盟学生的统计 除了民进党和台联立委全数支持外 国民党立委有高达85%的人不表态 不只让临时会充满变数 也让学生扬言不达目的 绝不撤离 记者综合报道 面对反克刚的争议 昨天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公开向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喊话 希望朝野能够共同促成 在立法院召开临时会 让克刚争议早日落幕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二号下午成立台北市后援会 不过这场活动和前一天蔡英文百公百业后援会成立大会一样 没有开放媒体采访 从照片可以看到这场台北市后援会成立大会 有超过四千人到场 有很强的造势效果 不过为何不开放也让外界很好奇 事实上蔡英文上午还成立了客家相亲后援会 原本也是不开放采访 后来因为蔡英文要宣布客家政策才改变 就和蔡英文上次总统选举 积极透过成立后援会的新闻 抢攻媒体曝光的态度很不同 蔡英文坦言 是否会探访这些抗议学生 蔡英文也向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喊话 希望共同促成立法院召开临时会 让这起事件能够落幕 虽然蔡英文没有前往教育部探望抗议学生 不过从她的发言到行程安排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她对于课纲议题 以及对于抗议学生的关心 记者张雄 陈柏玉台北报道 总公司设在日本东京 曾经是全球最大虚拟货币 比特币交易所的Mount Gox 去年发生了疑似骇客入侵 导致了大量的比特币消失 而破产的事件 日本警方在一号 逮捕了决行长卡伯列 指控她非法操控电脑 篡改资料 虚增账目 而且还挪用了客户的资金 但是这些罪名被她全盘否认 总公司设在东京都涩谷区的Mount Gox 曾经掌握全球比特币七成的交易 但去年二月突然宣告遭骇客攻击 导致85万个比特币凭空消失 随即停止交易 之后申请破产保护 损失和台币约150亿元 目前还有65万比特币下落不明 超过12万债权人损失惨重 日本跟美国警方合作调查本案一年多 发现原本摆出受害者姿态的执行长卡伯列 涉嫌重大 一号将他逮捕 日本警方怀疑 法国籍现年30岁的卡伯列 涉嫌在2013年2月中旬连接交易所设在美国的伺服器 两度篡改账户资料 虚加了100万美元现金余额 二号上午将他移送东京地检署调查 由于能够连上交易系统管理账号跟密码的 只有卡伯列一个人 交易记录中也有很多地方被篡改 警方怀疑卡伯列接到客户买入的订单之后 将比特币从虚假账户转移到客户账上 私下挪用客户预存的11亿日元资金 进行不正当的投机操作 部分消失的比特币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目前正进一步厘清资金流向 以及是否有坚守自盗的状况 比特币创始于2008年 靠密码技术控制 不经政府或者银行 只能透过电脑存取 在金融海啸时吸纳了不少热钱 但是无法可管 币值暴起暴落 最大交易所出包之后 更是重创了投资人信赖 记者是会论报道 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 即将届满70周年 当年的幸存者 如今年事已高 这些人因为回忆太痛苦 因此绝口不提 但最近他们态度转变 反而认为应该要面对 让更多人能够记取小教训 高龄70多岁的原田先生 到现在人记得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 他为了逃离 大火跑到街上 一只脚陷入尸体中的景象 那时他才刚满六岁 广岛原报将戒满70年 幸存者谈起这一段往事 仍十分痛苦 但原田先生坚持 历史不能忘 1945年8月6号 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那年高达14万人死亡 有6万名幸存者 不少幸存者压抑不谈往事 连对自己的孩子都沉默 因为这一段记忆实在 过于恐怖跟痛苦 而76岁的退休老师 加之吴先生说 原报让他失去手足 母亲一泪洗面 亲身血泪的遭遇 让他坚决反核武 这些高龄幸存者是世界上首批遭核武攻击的平民 一天天老赤也让他们忧心关于战争的种种 有天会被遗忘 记者综合报导 首语新闻通 我们就来学学原子弹的比法 模仿爆炸时候 迅状云出现的样子 首语就是这样比原子弹 比出迅状云的样子表示原子弹 虽然首语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要来看 星期六日去宜兰 老是遇到塞车 就有民宿业者开始推广共乘旅游 他被选择成为新冠军 的NCIS 你损了我的职业 你不可能会被承受 如果你不是在考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首宇新闻的现场 往来宜兰的国道五号 每到假日就一定会塞车 而且塞在高速公路上的 有95%都是小客车 最近一来就有民宿业者 希望透过相约共乘的方式 集结一到两日游的游客 鼓励大家不要自己开车 而是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 在这简便的行李 吴先生夫妇从台北做客运到达罗东 一出转运站就坐上计程车 直奔要下榻的民宿 穿过田野穿过小路 公车到不了的乡间民宿 坐计程车只要20分钟 隔天他们还要包整天的车 深入玩宜兰 问奖带路的私房探考店 还有海滩传艺中心 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周末 来到宜兰 小夫妇不开车 脚步也遍及宜兰的大小景点 像吴先生夫妇这种包计程车的方式 一天就要价两千元 虽然可以深入各个景点 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 因此宜兰民宿发展协会 就希望能够用共乘的方式 来分担车资 宜兰民宿发展协会直言 宜兰当地的公车及客运 根本无法满足旅客 深入景点的需求 因此必须推动跨民宿的 共乘机制 学者更建议 政府应该要建制 共乘平台 学者表示宜兰交通最大的问题 在于当地景点间的接驳 除了鼓励共乘 甚至应该要推动 预约制的弹性公车 吸引小客车的使用者 移转到大众运输 国道五号塞车的问题 才可能有解决的契机 记者林政务郭俊玲 宜兰报道 宝岛手透透单元 我们就来学学 谢谢这个笔法 南部跟北部 有什么不同呢 南部手语的谢谢 吃一手手指并拢 敲手背 谢谢 谢谢 南部手语 谢谢的笔法 是从日治时代 日本传过来的 而到现在 日本也还是这样子比哦 而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 动动大拇指这个谢谢 是北部手语的笔法 表示一个人在点头跟您道谢 如果是要感谢很多人 就可以用双手一起比 这样您是不是比较了解了呢 接着来关心天气 今天各地都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 出门要请您记得仿晒 至于今年冰号十三号的台风 苏迪勒 昨天晚上八点增强为中度台风 礼拜六父亲节是否会清台 气象局说还要观察 而礼拜四将会是关键的时刻 至于今天各地白天的气温 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气象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首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弱弱强识的政治生态 我认为真正的勇猛 同床异梦的权力斗争 我认为全力斗争 当坏的资料都这么高 法兰克的总统之路即将展开 我认为能力是负责的负责 我永远都会负责的责任 这是您看不到的公式新闻 在新闻幕后 在一方幕旁 靠着团队合作 才能把新闻送到大家面前 每天晚间 我们精选最重要的国内外大事 分析来龙去脉 浓缩在一小时的新闻中 在这里 只有追求真相的团队 看得深 看得远 看得比别人更清楚 在公式看到最真实的世界 魔术师很厉害 可以变出任何东西 如果能够变出另一个我 每天就有时间做更多事了 不过我最希望的是 爸爸可以恢复健康 念故事给我听 带我出去玩 魔术师 请借给我力量好吗 淘淘口袋零钱 帮帮孩子童年 一起乘着歌声的翅膀 重回美好的时光 明歌四十日 再唱一段思想琴